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在飛 沒翅膀也沒所謂 舞力早已經違背 只要他幾句安慰 一點慈悲 久情的後悔 從小的自卑 那身就不飲而飛 可是你也明白 有此下陣 會有多分散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最好帶走的一定更多 你為何 別以為一秒飛翔 余生在墮落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你沈默 在哭笑的飯 問我 有什麼花火 不是在一生 一生就等我 愛情又給過你什麼 你沈默 在哭笑的飯 戰 one 不適合我 誰不適守死 穿著我 沒望中 尋找 快樂 大一 高飞 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 我生病的事情 好吗 看起来 比这孩子怎么这么深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不要去伤害别人 那您是答应我了 对吗 好了 先别想这么多事 高飞说得对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身体验好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爱琪她怎么会 爱琪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话 爱琪她怎么样了 你演技可真好 怪不得爱琪到现在还相信你是无辜的 还不让我把她生命的事情告诉你 那你怎么可以对一个你收养了二十年的孩子下手 赵敏啊 我这个一心认你做妈的孩子 如果手术失败的话 她就会变成一个事故人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不可能 那天对 爱琪是我睡觉 可是先生说 她只是轻微脑震荡 没那么严重 没事的 她怎么突然这样 你很遗憾吗 那天真的不是这样 我 我去踩了刹车 我还打了方向 爱琪怎么会这样 我们会付出代价 不是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让我见爱琪 你不要走 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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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病了 很严重 替我向你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等安琪稳定些 我再去陪你了解 对不起 我先来给你快点 谢谢 轻 Cabello 你再来 收吃 测米 我都知道你會來的 還疼嗎 媽 不管別人怎麼說 我相信你是關心我的真的 而且 對不起 你要原諒媽媽 媽媽不是故意傷害你 我相信媽 媽你能來看我 我已經很開心了 其他的我都不講求 安琪 你要快快好起來 媽媽你擔心你 你相信我 我每天都想來陪你 我很想很想你知道嗎 媽 我也很想很想你 你放心 問了你我會快快好起來 嗯 我會好起來的 我會好想 我會好想 有心迷惘 我無害怕 那裡會 我會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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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好想 我會好想 我會好想 有事兒了 說吃點藥觀察兩天 就可以出院了 你們倆就別緊張了 怎麼能不緊張呢 安琪好點了沒 瑞萍姐 乾媽給你燉了湯 我看她太累了 就幫她帶過來了 這不那是誰嗎 她怎麼會在這 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是飛機和豆豆 我的朋友 這是瑞萍姐 你們好 你們好 好 安琪快趁熱喝了吧 你怎麼才回來 怎麼要冰淇淋啊 什麼時候答應過你 要給你吃冰淇淋呢 馬上就到吃藥時間了 不許吃冰淇淋 你這湯 我要喝 謝謝你 先放那兒吧 瑞萍姐好心好意 給我送來一段湯 怎麼這樣 算了 沒關係 你就聽她的吧 她也是為你好 謝謝你特意地跑一趟 不過醫院有規定 探視的人她都會影響休息 我就是來看看安琪 待不了多久 那我們走吧 我們倆也站在地 你好好养病啊 怎麼了 我的一個人在醫院裡 快憋死了 好不容易有人來看我 怎麼這麼沒了 你們不知道 就她在那窮操心 醫生都說我沒事了 她就一天把我當玻璃人一樣 好像一碰就能碎 什麼玻璃人 什麼一碰就要碎 別胡說八道 幹嗎呀 安琪 高飛應該就是太擔心你了 這兩天夜裡她都一直陪著你 可能沒休息好吧 人一累就容易上火 是吧高飛 我不累 我不累 好吧 對不起 日萍姐 公司出差的事情讓我給繳合了 公司沒怪你們吧 我就是跟著跑跑腿 不擔責任 要挨罵也是高飛 不過她應該不在意這些 一聽說你生病了 什麼都不故意要飛回來 你可千萬別辜負高飛的一片心意 要趕快好起來 知道了 你不是說要給我禮物嗎 禮物呢 我在雞首弄丟了 這是六條 你該吃掉了 謝謝 你們先聊 我去打水 逗逗 幹嗎 我想吃冰淇 她不是不讓你吃嗎 哎呀 就她管得多 醫院裡只要食堂沒有的 她都一律進去 比我大意還啰嗦 那又不做了 你就快去嘛 晚了就來不及了 好吧 你想吃都肯定給你吃 那 那 一個人在這兒 沒事 我在這兒陪她 哦 好了好了 那 巧克力 再給你加個香草 好 等我 等我 安琪 你真幸福 有這麼多人關心你保護你 尤其是高飛 你知道嗎 她在機場聽說你暈倒了 恨不得馬上飛到你身邊去 還有乾媽 最近她都睡不好覺 晚上我經常聽到她翻來覆去的 還總嘆氣 製萍姐 你也幫我勸勸我大姨 告訴她我沒事的 過兩天就能回家了 安琪 這我倒要勸勸你了 你的身體牽動著每一個人的心 就算為了乾媽和高飛 你也應該早點動手術 你早些好了 她們也好放心 什麼手術 你不知道嗎 你的血腫已經壓迫神經了 要儘快動手術 不過 瑞萍 公司給你打電話為什麼不接 公司 沒有 主任說我有份資料 讓你趕緊送過去一趟 安琪 先睡會 不一會就回來了 你們要忙 你們就先去吧 反正我有飛機和豆豆陪我 不忙 我就是有些事情一樣 跟她交代交代 好 是他倆嗎 是啊 你說一次誤會兩次誤會 三次還誤會啊 剛才兩個人在房間裡邊 就眉來眼去的 安琪都生病了 她們倆怎麼能這麼對她呢 拿著 幹嗎去啊 看一看去 寶寶 寶寶別別 你剛才幹嘛拉著我呀 讓她倆都跑了 都怪你 你除了讓她命能怎麼樣 你是打那個瑞萍一巴掌 還是跟高飛吵架 再這樣安琪知道怎麼辦 安琪不應該知道嗎 她倆在那搞七搞八的 不是 安琪都變成這樣了 我要是安琪我寧可知道真相 我也不願意別人幫我打傻瓜 不是 有沒搞情狀況 再說大夫特意叮嘱不讓安琪受刺激 萬一她知道又暈倒怎麼辦 她倆前兩天在酒店門口都抱一起了 今天又拉拉扯扯的 你說這是什麼狀況呀 那抱一起也不一定啊 萬一倆人說悄悄話呢 什麼悄悄話抱一塊兒說的呢 這這抱抱 安琪 你們剛才說瑞萍和高飛怎麼了 其實是 沒什麼 對了我們給你買了冰淇淋 可以 告訴我 說呀 你幹什麼呀弄疼我了 你為什麼跟安琪說手術的事情 你想幹什麼 手術怎麼不能說了 你 你們沒告訴我安琪 對不起 我不知道 瑞萍 可能你記性不好 那我再告訴你一次 我和你除了小時候那一點交集 根本沒有別的可能 我不管你是有心還是無意 只要你傷害到安琪 我就不會對你客氣 你在說什麼呀小飛哥 我怎麼可能有遺憾安琪呢 我是真的不是 我說了不要再叫我小飛哥 我到底做了什麼你這麼討厭我 高飛 你怎麼可以對我這麼心狠 除了安琪 我對任何人都可以心狠 你最好記住這一步 你怎麼能這麼想我 你覺得我是在嫉妒安琪 是嗎 沒錯 我是喜歡你 我羨慕 安琪有你愛她關心她 可我真的沒有害安琪啊 你為什麼把我想得那麼壞 放手 吃錯藥了嗎 你答應給我去嗎 什麼答應給我去 在大學籃球館裡 我這麼鄭重地把安琪交在你手裡 你就這麼保護她 安琪現在還躺在醫院病床裡 你跟我爸都不能進去 只有你能進去 在她最脆弱 最需要人保護的時候你在幹嘛 你她媽的竟然和別的女人糾纏不清 她媽的竟然和別的女人糾纏不清 長高 四年校遙 兩年隊友 我都沒看清楚你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人 我以為安琪和你在一起能得到幸福 她媽是嘻嘻的意 長高 你聽我說一個聲音 你誤會我了 誤會什麼 我親眼看見你和她拉拉扯扯的 長高 我知道你關心安琪 你先冷靜一下 眼睛未必為實 瑞萍不是你想的 那是哪樣 你說呀 在一個公司裡 出差兩天回來成這樣 你讓我怎麼想 你冷靜一點 哥 住手 安琪 你不是在病房裡嗎 你跑出來幹嘛 我剛上去衛生間 就看到你們倆在這打架 沒打架 我們是因為她不讓我進病房 你說 哥 你就想 這裡是醫院 你們倆這樣小心被趕出去 安琪 安琪 你走開 如果安琪是因為你傷心 激動壞了事情 少不了你 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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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吧 頭還疼嗎 疼病不悅 你別多想 我跟高飛那只是 哥 高飛 他的事情 痘痘和飛機已經跟我說過了 不用再忙了 你看你 好的滿頭大汗的 至於呢 連痘痘都知道高飛劈腿了 這個混蛋 你還笑 你是不是受刺激過頭了 笑得出來 哥 瑞萍和高飛是髮小 他倆要想發生什麼 早都發生了 何必等到現在啊 再說他們倆現在在一個公司 吵架也許就是因為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不用多想了 你別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談工作需要摟摟抱抱的嗎 安琪 你總是委屈自己 從小就這樣 只要是身邊朋友的事 總是一味地忍讓 談戀愛和工作不一樣 不是忍讓就可以的 你放心 哥一定挺討的公道 我沒有委屈 說實話 高飛和瑞萍出差那兩天發生了什麼 我不知道 他們倆現在又怎麼樣了 我也不知道 我和豆豆還有你 我們都一樣都是猜的 可是高飛對我不用猜 他對我的關心還有緊張 不是裝出來的 哥我相信高飛 安琪 你不會騙我的對嗎 永遠不會 瑞萍是說喜歡我 不過我已經拒絕他了 我說的是實話 是嗎 是 看吧 就知道耍銜頭 就你會打架啊 以後再敢這樣對我男朋友 我就給你來個過肩帥 行 就知道會對你男朋友 算我下層心 不管了不管了 你們倆自己解決吧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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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過天晴了 走吧 我們去吃冰淇淋 冰淇淋 說漏嘴了 回醫院 哥我突然生病住院 看你沒能聚成文文件 他一定生氣了吧 你有沒有跟他好好解釋解釋 沒事啊 他應該能理解吧 你怎麼不著急啊 他能理解 他爸媽能嗎 第一次上門就失業 老人家一定很鬧火 他們沒說你什麼吧 當然沒說我什麼了 你跟我這麼英俊蕭小的女婿 他們哪本說我的 好了 你呢 就好好地養病 我的事 不許管 笑那麼心虛 一看就有問題 要不我去幫你解釋解釋吧 反正醫生說 只要我行動如常 就可以出院了 你不許給我胡鬧 你才沒暈倒兩天 你就給我跑動跑戲的 好 我一會兒就去問問家父親請罪行了吧 你在這兒給我好好待著 那還啰嗦什麼 還不快去 放心 這兒有我呢 你說的 別再整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顧好你自己吧 啰嗦 快去快去快去 去吧 走了 我去看她的電話 我去看她的電話 你問你 這會兒 我去看她的電話 你問你 你問我的電話 你問她的電話 你問我 你問我 只要他几句安慰 一点慈悲 旧情的后悔 从小的自卑 那生就不一而非 可是你也明白 有此下坠 会有多粉碎 爱情又给过你 我在你家门口 出来团团好吗 你为何 愿意为一秒飞翔 余生在堕落 爱情又给过你什么 你饿死我 开手吧 就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你短信已经解释过了 不问 安静真是真的非常危险 我们所有人都守着他 生怕他出一点差错 我不知道 他打一对我家人有意见 这个家只有我能远远地看着他 我都不敢想 如果我不在他身边 他病情恶化 或者伤了什么 他再也醒不过来 难过 你那么牵挂他 是不能接近他 你一定很难过 我这两天心全乱了 在安琪性命攸关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办法想我们将来的事情 我这个样子 实在没办法面对你爸妈 你帮我解释一下好吗 你不用担心我爸妈 你不用担心我爸妈 你不用在意我 你去开安琪吧 文文 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是怎么过的 我以为你不会再谅解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对于你和你爸妈 我真的很抱歉 我可以理解你 但我没办法原谅你 以后你去照顾安琪吧 我以后我会再左爱你了 你们发现吗 你人来了 但是你的心却还在安琪呢 段刚 我能想象出 你这两天的煎熬 可你又怎么知道 我这两天是怎么过的 我在家等了你三天 从新交到迷茫 从失望到死心 这三天 就好像是等了你三十年 安琪我喜欢她 也担心她 她是我的好朋友 她那么热心地帮我 我不想因为你 去妒忌她 去讨厌她 你没发现吗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日子 每一次别扭正常 都是因为安琪 我曾领下决心 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 只要你不赶我走 我就一直陪你走下去 可是 好累啊 我现在明白了 你是安琪的哥哥 永远是 而我 不在你的永远氛围内 你不在乎 安琪身边有高飞 没有我陪你 你一定更加难过 但是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信心实现我的诺言 因为 太痛苦了 好 段刚 我希望有一天 你放下安琪 找我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再见了 段刚 我知道爱并不是 谁能取代谁 可是 如果 想帮你惦记 我爱的 心想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离不她的错 被图的美菌还有很多 何必不知彼此的 感悟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松开你的角落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才真的懂 不知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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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 不知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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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医院参加 支持医疗队的人员名单 一共久违同志 谢谢院长 院长 您找我 来来来 老大 坐 好 不是我找你 是何女士 想找你一起 谈谈组建医疗队的事 上次干部动员会 应该见过了吧 见过不止一次呢 院长 我对丹医生的了解 可能比你想象的 要多很多 是吗 这次推荐去 非洲医疗队的人员里 有你的名字 而且还是领队人选 但我也知道 你们医院下一任的 副院长竞选 你也被提名了 但如果你去了非洲的话 可能院长就做不成了 你想好了吗 我是个拿手术刀的人 做办公室并不适合我 对我来说 能参加这种 国际性的学术交流 才是最重要的机会 很好 非常好 只要还是我主持工作一天 你就休想加入我们的医疗队 这 这怎么说的何女士 院长 段和华在你们脑外学术界 可能是个领头养 可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知道吗 像这种人品低下 自私嫌恶 心胸狭隘的医生 一说好又有什么用呢 段和华 你不配做一个医生 你也不配做一个父亲 你更不配这样坐在我的面前 我只要看到你 我就想到你和赵明娜的所作所为 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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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闹成这样 老段 你到底怎么得罪了何许华 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院长 不好意思啊 都是我的家事引起的 让你为难了 家事 老段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更合法化再谈谈 有什么误会化解可以比较好 你知道 我最看好你 我一直希望能把医院交到你的手术 现在咱们医院领导层新老交替 你的这种参加国际交流活动的资历 那是非常有用的 你看 是不是在 院长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但是 也就这样吧 您知道我对当官的也不热衷 能在手术台边上干到退休也不错 对不起了 喂 喂 喂 乔管家 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呢 管家说你一整天都昏昏噩噩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知道了 何华 你知道什么 安琪的病 小刚告诉您的 这孩子 你们这么瞒着我 是不是也认为安琪的病是我一手造成的 是不是就像何方华说的一样 我一心想要害安琪 结果她真的出事 我反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结果 原来是何方华说的 米娜 不管别人怎么怀疑你 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 不是这么回事 小刚她告诉我了 当时车失控了 安琪是为了保护高飞 才会挡在车头前面 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怎么会不是我的错呢 我不想再继续伤害安琪 可是我忘了 这个伤害早就造成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到昨天晚上 还梦到了安琪 安琪在屋里很平静地对我说 她不快乐 她还害怕何方华来找我 她害怕我内疚 我对她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她在梦里面还是继续顾着我 你说你要我 你再成为逼自己也于事无补啊 我们都有错 不止是这一次 这么些年来 我们都亏亲了安琪 所以不管她大意怎么怨我们 我们只能承担 我好想见安琪 真的好想好想 何华 你帮帮我 我知道我没有理见她 可是我又想陪在安琪身边 我及时让自己故意受伤 他们都不肯送我去医院 何华 你去跟他们说 这里的条件不足 把我送到医院好不好 你是故意让自己受伤的 你怎么这么傻呀 要不然怎么办 我想陪在安琪身边 如果她真的动了手术 我必须在她身边 就算我算带了一条胳膊又怎么样 如果安琪真的没事 要我用我的命换她我都愿意 谢谢 别傻了啊 见到她能说什么呢 赎罪吗 忏悔吗 她如果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怎么回答她啊 明娜你忘了吗 我们曾经发过誓的 要将安琪的身世秘密 彻底埋葬掉 不然我能怎么办 我现在只能被关在这个地方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真的很痛苦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按照现在的情况 只要她不受到过度的刺激 手术之前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我已经跟我北京的朋友联系好了 我会找全国最好的专家来 你放心 你为什么要帮安琪找别人 你已经是全国最好了 你怎么可以把安琪交给别人呢 何方华有多恨我们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怎么可能允许 我在安琪头上动刀呢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等待 祈祷 希望安琪能够平安地度过难关 你怎么坐床了呀 不是让你回家睡吗 你一个人住这儿我不放心 回家睡 你看我天天在这儿呼呼大睡的 你都变成熊猫了 不要 回家睡 要不我也不睡了 我们俩就这样带着灯小雅 好了好了好了 我回家 乖 对了 今天白天 好像有不股鸟的叫声 不可能 你过来听 过来过来 你听 那边那边那边 不可能 这又不是郊区 上当了 高飞 谢谢你平时那么照顾我 快带我耽误工作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了 我没事 安琪 安琪 白天段光说我和瑞琳 嘘 不用说了 我说过我相信你就是相信 好吧 好了 你快消失吧 我要睡觉了 好 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 也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 忘了 手机拿了 今天晚上谁的电话都不许接 好好睡觉 知道了 知道了 瑞萍姐 这么早你怎么在这儿 早吗 你倒是可以呼呼大睡 毫无心事地一觉睡到天亮 但你知道 有的人为了你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吗 你喝酒了 这一大早的 还没到探视时间 你怎么进来的 你以为我一大百念的吗 从小到大 只要我想进去的地方 我都能进去 重点高中 名牌一大 区区一个探视的门 能拦得住我吗 可你知道 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都要拼命去得到吗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安琪 你有那么多人爱你 你放开高飞好不好 从七岁那年 在福利院碰见他那天起 我就喜欢他了 我知道这样追着一个人很傻 可我实在放不下 对不起 瑞萍姐 别的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高飞不行 你以后别喝这么多酒了 说这些 你醒来以后会后悔的 你醒来以后会后悔的 你知道你这样缠着他是在害他吗 你那手术的成功几率只有一半 如果你醒不过来成了植物人 如果你醒不过来成了植物人 你这样对高飞就太残忍了 你 你说什么 你 你说什么 你这样做过来成功 你这样做的 我希望你不过来成功 你这么个人 都没有极杀 回来 你三个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怪不得你说打电话五分钟就到 原来想在这儿我一宿啊 我只是来的咱们 这是什么 本来是送你的礼物 可惜在机场摔碎了 我想粘好还没成功 Zither Harp 每个人的身体里 都有两个自己 一个在两面坚强 依靠我在心底 如果时间够长了 就能看清晰 我不会放弃 那天简单的爱 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爱并不是 谁能期待谁 想把你惦记 梦外的心碎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一步踏步的错 旅途的美君还有很多 而不顾致 你心中的残破 可以的话 转过身看看我 可以的话 让我松开你的枷锁 我们的曾经慢慢寂寞 才真的懂彼此的愿望 可以的话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的话 让我弥补它 犯的错 距离的美君还有更多 何必固执 等会这段残破 可以的话 转过身看看我 可以的话 让我松开你的枷锁 我们的曾经那么寂寞 才真的懂彼此的愿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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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